哈喽哈喽 那个这个这个这个 我这个渊源我必须得提一下 那个今天这个有这个会 是我跟Alex我们这个周 周末的时候反正也来回来回 打了好多通电话对吧 老到周一的时候我是觉得 哎呦我们准备的速度太慢了 我都觉得可能这个先不办了 对吧但没想到今天还是 大家还是很热情的对吧 还是很热情反正大家都有这个求知欲吧 就一起交流一下 Alex我那个挑动你一下 你要不把这个视频打开 哈哈哈哈 怎么样你看我 什么什么你现在闭关了是吧 不不我说我现在用的变身器的 听不出来吧 我一点都没听出来 你这变身器可真的是应该下架了 哈哈哈哈 好好好那那个你是要那个投屏的 对吧你你试一下 我不投屏了 我就简单跟大家沟通 好好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这个Alex 给我们交流一下他的这一些想法 啊好好 那个那个大家好 这个花大家一点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我们自己做游戏这方面的经验和感受吧 因为本身我是在做游戏方向的 最近这个区块链和GameFi 我玩NFT这么火之后 我们就也加入进来研究这些东西吧 首先我觉得目前这个币圈跟传统游戏圈跟这个传统世界都是割裂的 我觉得币圈里面的人玩的还是贼开心的 然后游戏圈的现实世界还是相当有点痛苦的 如果不是说今天罗永浩跳出来的话 本身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所割裂的 那今天这个行业明灯老罗跳出来之后 这个给大家就是比较刺激了 因为我今天跟别人聊天感受就是这样 本来是说大家币圈或者是GameFi游戏圈做的挺开心的 就比较低调做的挺开心的 谁也不知道 反正自己闷头挣钱就可以 那老罗跳出来搞元宇宙 这个就感觉还是很可怕的 这个行业明灯在这 OK回到正题吧 首先那个我觉得GameFi这块 因为我跟前面那个AC差不多不是币圈的人 我们是游戏圈的人 我觉得最早Amy可能是从金融圈过来的 但是对于我们游戏圈的人来说 GameFi不是金融 怎么说呢 我觉得GameFi和这个金融还是隔得有点距离的吧 目前跳在这个坑里很多是做这个Define这些项目出来的 就币圈的人 但是传统游戏圈的人还没进来 更多的我觉得这个GameFi的未来还没开始啊 虽然已经有那个Exer这款游戏比较火了吧 我记得最高的时候日收入应该在800万还是1000多万美金啊 但它其实这只是一个案例吧 只是一个先发的例子 并不是说真正的这个GameFi时代 所以我觉得我是想找一些做游戏的朋友 然后大家一起来想一想怎么更好的在这个元宇宙里面 把这个GameFi这件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首先我觉得有一点啊 就是既然来做GameFi第一点很重要的一点 这大家得注意的就是合规性要求 这点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 既然我们肉身还在这个现实世界是吧 还没完全切到这个Mental元宇宙里面 所以合规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本身大家都在创业在做项目都想挣钱 那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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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说碰一些不该碰的事情 这个事情比如说就不要碰资金盘 不要承诺回本 然后对于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合法合规性 一定是要极其这个慎重的来对待 因为大家也知道在有些地区 某些技术是不合法不合规不可控的 而且它的规则也是不明确的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在做之前 一定要重视一下最后一点 然后当大家都考虑完这个合规性要求之后 才可以开始做真正的GameFi相关的东西吧 我觉得首先那个回到游戏本身来说 传统游戏发展的挺好的 像中国可能有两千多亿三千多亿的市场吧 虽然百分之八九十都在腾讯网易了 但是小厂活着还挺开心的 那现在可能是遇到一些融资比较困难 然后推广也比较困难 监管也比较多的事情 所以这个大家还是尽快跳过来吧 跳到这个割裂的元宇宙里面去 因为这个传统游戏去融资的话 我感觉实际上是挺难的 投资人低投资人不会投 这你基本上没有上市的希望 这不光是在中国 在美国也是一样 游戏公司的PE倍数不是很高 但是如果你换了一个世界 就到元宇宙变成token的话 这个PE倍数的话 可能就是百倍左右的 很容易就到十亿美金的项目上去来做 然后我可能是比较快的进入 这个行业趋势我不讲 反正我觉得传统游戏就那样了 大家可以不用管它了 然后直接去做新游戏就行了 然后什么样的gamefire才是可持续的 宗旨一定是不要割韭菜 不要去碰资金盘 这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世界 区块链世界是集体有记忆的 所有的钱包地址 你都是可跟踪的 你干过的所有坏事你都会被抓到 而且抓的特别彻底 比这个法币世界还要残酷 所以一定不要割韭菜 本身我们提供快乐 提供这种数字资产打造的工具 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QA连里面很多 比如说不管是POW POS POH 这些工作量证明来说 大家都是在消耗一定的资产 然后来挖矿 那对于游戏来说 时间我们就是在用玩家的时间来做挖矿 这时间也是一个最公平的东西 然后我感觉GameFi可做的点在于哪里呢 GameFi其实现在和AR VR这套东西离得还挺远 暂时不用考虑这种概念型的东西 更多的是在于资产是属于玩家的 这是一个革命性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现在玩腾讯网易的游戏 它的资产某种程度 你看用户协议是属于腾讯网易大厂的 哪怕是我在里面花了100万 1000万 这个资产本身还是属于大厂的 我们用户玩家是没法拿走的 甚至你即使想直播 就是说播放 去直播播自己玩游戏的过程 这都有可能是违法的 所以这是不现实 而且是不说不现实 这是不合法不合理的 资产本质上是应该属于玩家的 所以当我们来到区块链世界之后 这个资产一旦上链 那游戏工资也没法控制了 这就意味着我们做游戏的人 本身要放弃掉我们的一些权利 就是我们可以在后台 给玩家数据的权利 我们可以随意修改 这个游戏规则的权利 这些东西一旦放弃掉之后 这个游戏就真正的属于玩家 属于所有共创者 那就会变得更加可持续发展了 这是一点 就是说一定要把重要资产上链 因为这个世界大家都很聪明 如果你藏着掖着一些东西 放在后面 那还不如早点就交给玩家 这样就证明自己是清白透明的吧 也会得到更好更多玩家的认可 然后在经济系统方面的话 传统游戏可能还是会膨胀的 就是我们的金币和我们的钻石 是会膨胀的 但对于区块链游戏来说 还是需要重视这一点 一定要把这个钻石这一块 把它的膨胀压制住 因为否则的话 这个东西就像现在有些资金盘的游戏 已经控制不住了 它的产生完全没有想过 怎么消化掉用户的这些钻石吧 所以经济系统里面 这一点要把它消灭掉 我想一下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 就是我们觉得比较理想的 元宇宙的根范游戏的经济系统 是在于普通人在做打工 就是他花时间来干打金币 打完之后呢 把这些打到的金币或者装备 卖给土豪 土豪因为没有时间来去打装备嘛 就像之前的一些传奇这样的游戏来说 普通人打工 挣点钱 土豪直接从玩家手里面收购 他们打出来东西 这样的话 是一个非常平衡的系统 也有点类似SLG这样的设定 然后游戏公司是通过抽水 不能用抽水这个词 游戏公司通过基础服务收益 比如说我收玩家交易中的百分之三百分之五的服务费来实现自己的争议 这样的话 普通人 土豪 游戏公司这三者就一定会成为一个互相互动的良性的整体 而不是现在这样 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贡献 所有的钱都收给游戏公司了 玩家是很难交易 私下交易自己的财产的 然后土豪自己买点东西吧 还担心你在服务器后面改东西 是吧 如果能做到这样的一个经济循环的话 那这个游戏还是能够持续下去 哎呀 这个说实话了 这个不行 不能搞这个是吧 然后回到用户分析上面 这个我觉得目前的 我看了很多做这个GameFi游戏的兄弟就跳进来的 反正各种各样都有 从模拟经营呢 到这个SLG呢 到卡牌对战呢 到这个甚至是休闲的 但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 我们不得不认清楚的一个现实是 目前玩跟范游戏的 主要还是以男性用户为主 而且他们也是以挣钱为主的 这是最近有几款游戏这个爆料的 就是没法持续下去的一个原因吧 可能目前来说 做那种普遍休闲一点的游戏 还稍微早一点 所以如果你希望在近期 这比如说三个月半 半年之内 把游戏做火的话 可能还是得考虑目前的用户群 当然对于未来来说 随着这个Facebook给了一个Menta 这么一个词之后 最大的好处是让大众认识到了 就元宇宙认识到了这个Token 区块链这个概念吧 未来时间多的用户 可能还是目前这些 比如说女性用户 然后一些休闲的 年纪大一点的用户 在他们身上 所以GameFi游戏后面 可能会回到目前这个法币世界游戏 一个正常的状态吧 就是游戏多样性 然后玩家也多样性 但是目前来说 我那天看过一个BSC上面 排名前十的炼油的分析 其实那些游戏可能也就几万用户 就排前十的也就几万用户 一两万用户 甚至三五万用户 但是特点是什么呢 他把之前的高R不是用户 高R用户 大R用户 超R用户都聚在一起 每个用户基本都是付费的 而且每个用户的付费 基本上在几百U到几万U起 这都是传统游戏没有碰到过的情况 它里面目前没有很多小R用户 大部分是这种大R用户 然后我想一下 就刚刚我给大家说了一下 一个经济系统 最好是做成一个可持续的 能够让小R用户 普通用户能够打工挣钱 土豪能够获得自己的爽快感 可以在里面花钱 然后游戏公司获得一个基础服务收益 然后目前的用户分析 是以男性为主 男性打击用户为主 你如果不挣钱 因为我看前两天刚上来一款游戏 一看就是一个稍微复杂点的游戏 就是玩命通宵改出来的 上来之后降得很快 原因就是因为币圈的这帮哥们 他是不会玩太复杂的游戏的 他是不会跟你走新手引导 跟你走这种 比如说传统一点的抽卡打怪升级 就是稍微复杂一点 他们就不干了 他们只关心 我今天投了1000U 什么时候回版 如果OK你今天回到50% 明天能给我回10% 大概一周能回本 那我就跳进来 如果不能做到这个的话 他们就不会跳进来 这个是一个目前很痛苦的事情 这帮玩家就这样 作为游戏开发者 我们是没办法教育玩家的 我觉得中小开发者 还没有这个底线去教育玩家 只能是说赢的 就是说他喜欢吃什么 你就给他端什么 他如果说喜欢这个回本的话 那你只能看怎么在可持续的情况下 给他们做一个手引 当然另一种方法 我觉得就是最近我在跟朋友讨论是 直接放弃掉这帮用户 因为这帮用户的这个逐利属性太强的话 会导致这个世界非常快的崩溃 那就玩不下去了 刚刚我看聊天有朋友谈到这个MIR4 就是川崎4 因为韩国人是 今天应该没有这个国际用户 就韩国人是相对逐利 而且那个会比较快的 所以呢 他们做这种川崎4 这种方法注定不会成功 太太太太太粗暴了 太粗暴了 还是需要一个良性一点的机制吧 我觉得后面我可以跟大家一起探脑 到底什么样的游戏适合目前的这个GameFi世界 这个典型是什么呢 就目前这个行业基本还没有大佬 就是我觉得可以很直接说 GameFi行业没有什么大佬 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来做 可以多试一下 就像刚刚有兄弟说这个哪怕是RPG 哪怕是这种技术型的 就是格斗类的游戏 你都是有可能把它做成这个GameFi的 是不是 就比如说举一个极不恰当的 像街霸这种游戏 就是如果说每个玩家自己创建的角色 它就是个NFT 然后这哥们的角色打赢了很多人 那它也是可交易的 是不是 它某种程度上也是有价值的 所以在目前这个前提下 我感觉就是吸引性 也许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点 至少很多这种 这种币圈投资人 他们看中的更多的是在吸引性上面 然后开发节奏上面 我觉得是跟传统游戏极为不一样的点 因为这个从年初开始 就有很多币圈的投资人找过来 跟我说兄弟现在这个行业贼火 是吧 这个赶紧我们来搞个项目 来做这个根范来割他们的韭菜 挣他们钱 然后我也觉得挺好的 这个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那我们就干嘛 他说你要多少钱都可以 但我只有一个条件 大家想B选人会提什么条件 很简单吗 速度快 他说一周 是吧 我给你前往你一周能上线 我马上扔给你 我说我说 这我基本上钱还是很让人羡慕的 但是一周上这种事情是做不到的 如果说我们要正经做个游戏 比如说他跟我说 你看阿谢 Excel现在这么划 你来抄一款 我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前提就是一周上线 我说根本这不可能 就说正经做款游戏 哪怕是我们现在抄一款游戏 你也得花上 我就说往短的时候 也得花上四到六个月时间 结果基本上币圈的人听到这种话 扭头就走 因为他们受不了这样的节奏 那我觉得作为传统游戏开发者 看到这样的头征我们也受不了 这绝对是扯淡 你指望一个月或者是两礼拜给你抄一个项目 然后上去就来花花的挣钱 基本就胡扯 但是我慢慢的就是 这半年过去 我觉得我们作为传统游戏开发者 也得理解币圈这帮人的一个特点 或者币圈用户的特点 确实是一个24小时运作的一个极其残酷的 先上先挣钱 后上后挣钱的时代 所以呢 我感觉现在得在中间做一个折衷 那确实是说不可能做到一周的出游戏 而且凡是能答应他们的 基本上就是逗他们的 或者是骗他们钱的 这就基本上属于傻子骗疯子 或者是疯子骗傻子互相骗的一个节奏 那肯定搞不好 这就跟以前老板说 新浪这么火 我给你50万是吧 定制一个新浪一样 不可能的 那说回来 一个我感觉大家得认清楚 一个现实点的区块链和游戏结合的项目 确实是应该把里程碑做得更好一点 那么至少是在这个每个月吧 每个月能够给币圈 或者给这个元宇宙的人一点信心 一点产出物 这样的话就会更加有助于 大家来做这个开发节奏 大家来做融资 因为币圈的人就或者说 我觉得这个词比较好 元宇宙里面的人被忽悠惯了 他们最早都是拿PPT去骗钱的 所以当我们告诉他们开发计划的时候 他是无法区分我们是真的开发计划 还是说又写了一个白皮书 来割他们韭菜了 所以说那我们确实是应该改变以前的开发节奏 把它变得更加互联网一点 可能回到之前的敏捷开发一样 在比如说一个月出一个东西 然后让他看一下 那否则的话 币圈这帮人投完你的项目 然后就等六个月一年 然后你告诉他一年之后 你才进入这个阿法阶段 可能还需要封测两个月进入北塔阶段 然后最后OBT CBT再走一圈 我估计他们都已经疯了 这币圈基本上只有傻子还在支持这样的项目 那咱们也做不了游戏 这样的话就也挺没意思的 是吧 你说与其让币圈这帮兄弟的钱 交给那个答应他们一周 换皮出一个产品的这种足够团队 那还不如说理性一点 给他们一个可看到的一个节点 然后让他们认识到做一个游戏 确实是需要从底层来构建的 然后从美术设定 从用户画像开始 是需要做点事情的 是吧 不能说老是去搞这种一周一个项目 或者是换皮链改马上上 这种基本上就是很快会把这个行业搞烂的 搞烂之后 我觉得到说区块链游戏 这个方向就变得跟资金盘一样 就成为一个大家一听就觉得骗子重生的行业 那这个不利于这个元宇宙的发展 群里面也有跟我们说了 我刚刚看有人说这个一周出一个游戏 那没办法 这币圈这帮人 然后币圈有一些人 他们是习惯于这种快速割韭菜 然后快速换风口的 我的想法是 让他们尽快换一个风口 别蹲在这个风口 蹲在这个风口之后 把罗伦后张的人引过来 我操他要做个贼牛逼的元宇宙游戏 咱怎么办 我们所有的都处于他这个下面的次宇宙 是吧 最好就是让他们先走 让他们去赶下一个风口 然后游戏和广告作为任何一个新流量平台 必备的两大挣钱力气 我们是可以撑住的 撑住慢慢做 行 这是我那个基本上开发游戏的一些想法 然后我感觉目前呢 就是 球连链游戏里面最火的就那个XIE 那老外呢读XIE 是吧 那中国土狗式读法 一个特别好的发言 就叫阿谢 我觉得这发言挺好的 适合中国人 阿谢是最牛逼的 然后他这个挣钱也主要靠在东南亚 就歪唧唧唧的工会 帮他拉起了第一波这个火热度吧 拉起来之后 在做事上面也做了一些这个挺挺深的 就是阿谢这个团队毕竟 这里做游戏做了两三年吧 至少两三年 然后在这个实际点上做成了 那还是挺值得敬佩的 然后咱们国内最近比较活的 我看有款那个什么那个BNX吧 BNX最近大家打进打的比较好 然后农场类的还有猫这类的游戏 好像都都还挺火的 但是但是他们就就典型中国游戏的特点 也也不知道好好坏 我觉得都能接受 他的经济模型这个简单明确 比如说是这个你就进去开宝箱 开完宝箱之后呢 差的英雄我就回收掉融掉 然后好的英雄呢 拿去做高等级副本 高等级副本是吧 你既然要做高等级副本就有好英雄 那你就逼着你接着去开宝箱 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经济系统 经济循环嘛 也不能说差 我觉得他应该做的还是挺棒的 然后最近南方啊 我本来想说广神的算的 这个不能地域工具 这个那位兄弟做事本来就挺快的 就是有一些快速复制品团队 我估计很快就要出来了 都是那帮兄弟都是搞个一两百万 然后看看了就给你一个游戏 链给上去了 这种产品我估计有能成的 但是一定是死亡率会相对高一点 或者成功率百分之几应该能有吧 因为他们改的太野蛮粗暴了 基本上就是等着兄弟充钱 充完之后就差不多了 我听说有这样的团队 也还挺牛的 花点钱上个交易所 然后把这个游戏往上一丢 然后币圈的群众就 哗哗的去买币了 这个这种团队 我估计最近应该会起一波 然后这种不是做生的方法吧 我感觉这应该是 最近半年可能会比较活 但是做不长久 然后欧美那种产品咱也做不了 欧美产品基本上估值都在几亿美金了 比如Sandbox这种产品 那是一个大的基础设施性的元宇宙 啥玩意都有 然后整一堆特别酷的 这个BP和视频 然后背后放一堆特别牛的人 这个故事我觉得中国开发者很难讲 除非棒上老外才可以讲 我们更多的机会 我感觉这一波就是GameFi的机会 就像当年的这个iPhone平台 新出来一样 这个新的平台 新的玩法 新的用户 大家还是得多试一下 我记得iPhone游戏刚出来的时候 最火的反而是塔房类似的游戏 塔房三国志当年还是挺火的 因为简单入手 然后大家可以消耗 至于目前这个平台怎么做 这不清楚 我觉得目前也没见到哪个大佬 能够完全讲明白吧 反正复杂复制会失败 简单迁移也会失败 这个元宇宙吧 充满这个随机性的成功 反正是一个挺好的机会 大家可以我觉得可以玩命的搞一搞 然后一定要结合一下 我刚刚说的这个开发节奏改一下 咱不能比试必权 那么快的节奏 是吧 也不能这个固守 咱们这个六个月到一年的这个开发节奏 还是得相对折中一点 然后做一个能够很快有里程碑的 这么一个产品 顺便呢 千万不要割韭菜 割韭菜这个世界 一旦你被割肯定会被抓 是吧 而且没有意义啊 没有意义 你在元宇宙以后生存 大家你头上就竖了个帽子 就割韭菜的 这有啥意思 一个新世界还没开始 你都已经把自己搞崩了 所以理性一点吧 我就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多探讨探讨 什么样的游戏 能够给真的给玩家引这个乐趣 让那帮玩家 就是说我在现实生活中 可能发挥不出来这些技能 但在游戏里面 他有大把时间 而且他愿意来干 他干出来的东西 是可以卖给其他人的 卖给土豪也好 卖给这个其他中产阶级也好 是吧 然后最后呢 大家都挣钱 而且我们不是引导大家来 跟发挣钱的 我们是引导大家在 跟发世界里面寻找快乐的 找到快乐之后 只要你快乐的 那土豪快乐的 他就会撒钱啊 是吧 他缺快乐 他不缺钱 那他撒钱 那我们普通人 就会很快乐 是吧 我们消耗我们的时间 陪土豪快乐 然后最后游戏开发者 就拿自己 自己这个 不能叫抽成 就是那个平台服务费 这一部分 叫你拿好平台的服务费 是吧 从小游戏 然后汇集到大游戏里面 我们是每一个游戏 就是一个小的游戏 元宇宙 最后通过一些链 不管是以太 还是什么的 然后汇集到这个大的 Facebook的元宇宙里面去 是吧 然后这样的话 我觉得开发者也挺快乐的 那就是 那剩下的就是干呗 是吧 然后就大家抓紧时间赶紧干 这是一个新世界 行 谢谢大家 我交回了 金总你来 喂 哎 哎 超级棒 超级棒 跟你比起来 我就是大海 没有 你是 那个这样 就是因为这个 大家 没有 那个因为这个时间也比较 就是那个几个嘉宾也 也在线 然后呢 当时我们 我们准备了几个问题 我觉得这样 就是我也不Q谁来讲 我就是正好就抛一下 因为大家可能这个这个感觉还是到到位的 然后呢 我就我就我就丢一个问题啊 可能也也问的也不够好 但是大家如果有要想要补充的嘉宾就呃 也说一下 然后这样子我们可能有个呃15到20分钟左右的一个 一个沟通 好吧 就几位嘉宾在的 对吧 在就大家如果愿意讲 大家就就呃一起可以沟通一下 那那我先抛一个问题啊 Alex你在啊 Alex 就说呃 如果就说元宇宙刚才也提到了元宇宙啊 GameFi啊 对吧 那如果大家假设说理解元宇宙 不管是真理解假理解 那么快速切入业务 如何挣钱 这个对 你给大家一些建议吧 或者其他嘉宾如果有想法 也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 对 呃 我就先泡点韭菜啊 这这个目前 大家还是得趁着这一波热头吧 就是是吧 该融资融资 该做demo做demo 就是抓点钱之后呢 我的判断啊 就是目前离真正的GameFi 还是有点距离的 大家做的都跟玩具似的 那没办法 现状就这样 做吧 就做出来总归会有这个认可的 只是在做的过程中 一定要坚持住自己的原则 不割韭菜 然后不做短期收益 是吧 你要相信B圈的节奏就是 愿意相信你的人 他就一定会相信你的 所以你就讲给相信你的人听就行了 吸引到这样的人 也有助于大家就后期 这个真正在元宇宙里面这个做游戏做粉丝嘛 其实元宇宙也就是个粉丝经济了 是吧 给给其他一下 感谢艾斯党 然后那个对 瑞尚这边也补充补充一点想法 对 好 就是刚才我们现场也讨论这个crypto这个问题啊 就是其实还是定义到就是说现在怎么来讲 就是说刚才讲ETH 它是一个主场券是来讲我们是通过 courncy到crypto在在海外啊 然后就是说 呃因为现在像呃游戏NFT也好或者是呃 艺术品NFT也好 他很多交易是靠ETH 当然艺术品NFT可以进行拍卖啊 但是游戏NFT购买现在很多是ETH 尤其是在海外一些啊 然后另外一个推荐一下说NFT有一个网站叫NFTgo.io啊 这个也可以去去看一下上面有很多关于NFT的一些数据啊 对 偶尔就是说嗯 关于crypto或者NFT的我们可以再交流啊 好 我们看一下那个呃就是刚才这个问题看呃 emmy那边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哦 就刚才应该是啊 就是我接着就是richard刚才分享的那个内容 就是现在啊 啊整个NFT交易市场这边全球做的最大的一个网站叫OpenSea 然后这边的话他应该是在今年到目前为止的年交易额应该是超过了90亿美金了 嗯 这个是一个目前NFT就是呃交易市场最活跃的一个网站 然后大家也可以就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那个网站上去浏览看一下 现在比较前沿流行的这些NFT的趋势是什么样 并且在他这个网站因为OpenSea自己本身也是跑在以太坊上的 然后他就是在这个网站上也是支持用户自己去提交注册NFT 就也可以自己去铸造NFT 然后也可以售卖就整个流程 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有一个比较比较直观的一个体验 嗯 好那个看那个AC这边有要补充的东西吗 AC你没去你去开会了吗 好那呃好那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因为我们当时准备了三个啊 我我就再描述一下就说就就其实呃比如说我就是就是在外侧来讲 就大家讲都是那个元宇宙啊相关对吧 但是呢我们就是可能聊的时候就就不得不也好 或者说这个就是就会和这个链有有这个关联对吧 那就是呃比如说这个元宇宙或者链的这个关联的存在 难道这个链就是这个元宇宙的基础吗 就是就是就是他就是底层吗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就是说呃这我就抛小白问题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Alex你在吗 可以补充一下呃我在我在那个 就难道离开了链啊 就说就是链链就是我们比如聊聊聊 其实三分之二四分之三都在聊跟链相关的 无论是游戏啊或者相关对吧 那那难道元宇宙就是链作为基础 然后构建的元宇宙吗 呃怎么说呢 这个元宇宙存在两块吧 一个高纳上呢 就是最近那个Facebook我在喊的这个Manta是吧 这个元宇宙可能跟VR什么相结合 这玩意从未来和这个理念上构建了一个特别宏大的世界 但现实一点回到我们生活中 这个确实是必须得架构在目前各种链上面 包括现在有三大派系吧 我大概比如说像那个BSC就是币安 嗯这条链上用户比较多 大家可以先研究它 然后币安是BSC 然后火币是Hackle 那个用户好像就1比9吧 或9比1吧 然后还有那个Matic和Polygon 那个是据说是R3搞的一条链 但是最近呢会有一些支持和PR在上面 然后还有那一条是Solana 大概就这四条吧 大家选择任何一个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链上的东西我觉得币圈会有很多人帮我们来解决这个事情 就是上链这件事情 最难的是什么 就是游戏机制比较难 币圈的哥们 就是说句那个一点 他们可能思维比较现实嘛 就是指望着涨 就是今天买明天涨 只要涨它就股涨 只要跌它就是money 那这个东西是不行的 这个东西一定要把它引到游戏本身上面去 所以他们很缺这个游戏 然后回到你刚刚说的问题 现在最快怎么挣钱呢 我觉得游戏开发者可以尽快研究一下 挑挑主链 然后开始研究一些简单的玩法吧 这样的话可以更快的切进去 或者是看看这种像Mata这种大平台上面有什么可搞的机会 毕竟Facebook在这边 他在前面就好像国内做游戏 很早一拨人都是在Facebook上做一样 你直接在海外做 然后跟某些地区也没什么关联 这也是完全合规的 对就是那其实Alex说的那样 就是说相当于那边其实有一圈币圈的人 就离我们还蛮远的 对吧 我们也不覆盖 今天来的真的 我觉得四分五分之四都是游戏圈的人 就相对来说 但是我们看到以Alex这个务实的 大家大家都在夸奖你 你看到了吧 你有没有觉得脸红一点点 就讲很好 大家这你的这个带领下整装的 我们要往那边进去吗 对吧 以合规合法和合理的方式 对吧 就是去然后做出用户也喜欢 然后咱自己前提是咱自己能挣到钱 然后用户也还喜欢的这样的产品 对吧 就角度是这样 Amy这边比如说 因为因为你们其实做这个配套和这个其实也蛮深了 就比如说从这个练和游戏这个角度上 你可以再帮着补充一点吗 对 是这样 就是可能基于我自己比较浅显的一些认识 就是我是就是在元宇宙和练的这个关系上 我是这么这么考虑或者这么想的哈 因为元宇宙本身其实这个概念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 独立于现实世界的一个虚拟空间 那这个空间其实是我们现在人类生存这个维度的一个拓展 那这个空间的实现是基于有几个基础 第一个是包括5G云计算物联网在内的一些技术创新和发展 第二个就是在去中心化上这个概念上的应用 因为其实整个元宇宙它是基于区块链技术提供的这种信任共识的机制 就所有的东西我们是不需要任何中心化组织或者是机构的参与的 所有的信息全部都是通过链上交互不可篡改 不可就是不可伪造 那所有的这个就是相当于区块链的技术是去解决了这个 就是中心化代就是现实生活中心化代的一些弊端 然后那第三个就是也就是可能像就是Facebook 他们这种就是基于VR AR和智能可穿戴设备 这些就是等等这些实体的这些设备的研发和迭代 然后那第四个就是就是也是算为什么元宇宙突然一下 纪念一下就这么火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是因为本身互联网是将线上和线下的场景打通 然后我们自己本身其实不管是外卖也好 滴滴打车也好就是各种共享的这些服务也好 尤其是在我们这种疫情的催化下 就是所有现实生活像虚拟世界发生迁移 然后我们自己本身的生活方式以及思维也在转变 那再基于就是从去年开始 然后整个不管是区块链的技术也好概念也好 然后再加上现实是就是我们遇到的疫情 然后大家在就是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觉得是以上几个综合的因素 然后导致的说OK 2021年是一个元宇宙的元年 然后它可能就结合着区块链技术本身 就可能会更多的在我们自己 就是常规的这些传统的领域的从业者里面有更多的曝光 然后也让大家感受到说OK 这个是目前现在的一个风口和就可能会是一个机遇点吧 因为其实我们从游戏的这个角度切入来说也是 因为如果要做一个真的元宇宙 就别说是Facebook要用五年来做 就是可能任何一个独立的 不管是公司也好组织机构也好 要把一个完完全全 就是大家心目中的这种元宇宙 这种虚拟世界 你有一个数字身份 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无限的切换 就这个事情实现起来 肯定是有非常长的一个时间的 就是不可能说就是短期内就能达到一个 目前大家就是达到共识的这样一个元宇宙的概念上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从游戏的这个 就是游戏的这个点来切入 就包括他在玩家在游戏世界里面的这种虚拟的体验 包括他游戏这个资产 他是可以放到链上去作为一种经济商品去进行交易 就是所有游戏里面的这些 就像头号玩家或者之前师傅玩家的那种 就带给人家的感 就带给大家的感觉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东西可能是我们目前现阶段 不管是受制于认知也好 或者是技术也好 或者是概念也好 游戏是最好 让我们切入到元宇宙 然后就最终实现元宇宙的这样一个场景 我是这么想的 感谢阿米 Richard有没有补充的点 我可以补充一点 就是说刚刚看好多人说是产品思路 因为今天有游戏NFT 然后我可以稍微就是讲一下 就是像一主品NFT 可能因为现在比较有一些实际的场景 而且通过一些报道 可能大家更众所周知 现在因为排名第一的 有艺术品NFT和第三的艺术品NFT 都是一个艺术家 派出来了六千多万美金的一个高高价 就是说其实核心来讲 就是说对元宇宙 然后大家是接触游戏和一些新的一些艺术IP 对对 就是说要一个IP的问题非常重要 并不是说我自己花两笔 然后我搞成一个艺术品NFT 就会有人去买 它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还要是要去跟现实世界的一些那个一些IP结合 比如说推特那个CEO第一条推特做成NFT 它是有一定历史意义 而且有一定有一定价值的 对 所以刚才就说有什么说冠军的那个头衔 等等这些 我觉得这些大家找好的IP 可以参考像炒完他们 每次去开发了 我就找一个IP 所以就是游戏啊 或者说是艺术品 大家或者就是其他的NFT形式 都是说去找一个IP 这个IP是一定要价值 一定要有知名度 一定是能够去长久 对 这样才是会 有一直会有受众 比如说NBA球星 他对很多签名 很多场景 对 这个因为热爱NBA的人一直会有 然后像胡人 他一直都会 这IP一直会存在 当然短期啊 就是近几十年 或者啊 对这么来说 对吧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一个角度 IP很重要 好的 明白 就是那个就刚才游戏和链 这个就是刚才也有朋友私信说 麻烦就说 怎么说 咱们就是这个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板 就是原宇宙 原宇宙就很远很远的宇宙 然后那个链 这个GameFi GameFi 可能就在眼前有些事 所以大家是值得研究 对吧 和看 好 那今天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有问题 就是说 那个就是GameFi相关的 这个其实获得了一个 高举高大吗 就哪怕之前那一波就是概念很火的时候 其实大家游戏这边跟进的也不多 可能做点小猫小狗 其实也有 其实那个角度是一样的 那他现在就高举高大以后 未来可能会怎么样的发展趋势 就再给一点 给点最后的最后一个问题了 就给点建议 对 那还是Alex 来Alex 我说不了这么高大上的问题 但我的总体 这不就这没有高大上 那你把他来过地 我问的不好 那时候我问的不好 来 给大家点建议 就最后给大家点建议 对 我个人的感受是这样的 就是说元宇宙确实是要到来了 我知道这个Facebook和微软也在了 微软刚搞了个元宇宙 反正进了元宇宙 我们也要用微软做PPT 所以也会在里面打游戏 那这个行业前景 我感觉是特别光明 因为未来 所有把这些资产归属在公司 而不是给玩家的游戏公司 他一定会 会怎么说呢 会两极分化 这个就是 元宇宙里面的游戏会有很多用户 然后法兵世界的游戏 也会有很多用户 就有点像任天堂的掌机一样 反正他在日本玩挺开心的 死不了 但是对于日本以外的所有地区 就已经开始进入PC游戏时代了 所以说如果家底 后世的无所谓 如果想去闯一下的 或者试一下的话 我的建议就是 大家现在尽快去做 真正的元宇宙游戏 就是大家都去试一下 然后看谁做得好 然后就互相抄一下 这样抄得快的话 总有好的产品出来吧 所以就是抓紧时间 然后赶紧找B圈的兄弟 然后或者是找我们一起来 看有什么项目可做的 然后一起做点项目 就扔到元宇宙去 是吧 让B圈的哥们来花钱 因为他们挣钱太快了 他们必须得 我们必须得让他们通过游戏中的 PK 然后游戏中的荣誉 游戏中的奋斗 让他们把自己骗了的钱 再交回给我们这些人 是吧 这样才是一个最好的事件 好了 嗯 好好感谢艾利克斯最后给我们的建议 请先行者好好做出来 然后我们大家互相借鉴一下 不要说抄 抄有点对吧 所以大家要落 我们这个微创新一下 微创新一下对吧 想要和艾利克斯深度接触的欢迎进群 欢迎进群 然后那个下面请艾米再给我们大家一个一个建议 对 就是哈喽那个金总 是关于就是目前现在传统游戏怎么样能够切入到 就是game pie 对对对 就是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 对因为今天来的受众可能游戏的多 就是游戏开发也是多 他对于恋也好 对这块其实还是相对陌生 就是咱们给他一个建议 对就像前途可能也是光明的 对吧 某一种角度是光明的 对 对因为其实就是恋有就在可能怎么讲 就在炒的一个概念 play to earn 可能在之前从去年开始 一直到今年这两年在整个圈子里面的传播 应该算是深入人心 因为毕竟就是追求利益这个事情 肯定是大家都不排斥的 如果用这个花的这个时间来赚到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厚的获益 其实可能每个人都是感兴趣的 包括可能我我进入到这个行业的时间也不长 然后也接触到当然在过程中他也接触到很多炼油的玩家 其实有步伐就确实接触到了很多就是区块链游戏的这些玩家 其实游戏本身并不好玩 但是他们可能就花了两到三周的时间 然后每天可能花一到两个小时 然后两周以后收益就可能差不多有十万人民币的样子 就其实整个链游的运营机制是说 它的核心其实是在于他自己的token的设计上 就是用他的这个经济体系 以及他的这个概念 其实相当于现在把自己的社群建起来 然后在社群里面达成共识 然后让这个币随着游戏一起增值 大家其实获取到的收益是这个币增值的这个部分 但对于传统的怎么讲就是游戏CP来说 其实要不然就就像刚才就几位嘉宾分享的说 可以去找一款比较 不管是风格或者技术上比较好实现的游戏 然后自己可以做一个尝试 就是这是一条路 另外一条路就是跟我们合作呀 就是我们真的是 我们是在帮传统CP去做链改这样一个思路 就是也不是说完全去做一个区块链的游戏 因为其实链有本身受制于这个链的技术 就看你可能你自己的主链不在哪里 就包括像之前的几位嘉宾分享的 现在几条比较主流的游戏项目比较多的链 包括那个Polligan,Solana 然后还有就是鼻祖就是以太坊 其实在各个链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不管是用户体验也好 它的交易成本,确认的时间 这些其实对于游戏玩家来说 尤其是对于这种就是即时的大型的这种游戏 需要大量数值计算的时候 游戏过程肯定都没有办法完全上链做到去中心化的 所以可能更多的包括现在的链有走的思路都是说 它整个对战的逻辑还是在中心化服务器上来做 但是它的游戏资产上链 现在多数的链有就是目前可能在我进入到这个行业 这么长时间我都还没有看到一款完全去中心化的链有 所以其实哪怕链有自己本身也在做的是先有一个游戏机制 然后通过讲自己token的这个就是塑造它的核心 然后把这个币价做起来 这个是链有在做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传统的互联网游戏完全可以说 我们就基于自己本身对于游戏的这种追求 我们就出一款好玩的游戏 让玩家在这个游戏里面获得最棒的娱乐体验 那与此同时我们把游戏里面的这部分资产通过我们平台 我们的技术接口直接接入上链 那玩家依然可以说我能玩到最好玩的游戏 我也可以享受到NFT资产带给我的权益 而不是说现在多数的链有 因为刚才前面几位就是嘉宾老师也提到过嘛 就是链有的用户体验就不用说了 而且他们的研发周期可能快的话就可能两三个月就出一款 然后那个品质就我相信就是大家作为传统行业的这些 就是老师们来说那个品质是真的入不了眼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点是可能虽然说这是一个新的领域 但是对于传统的CP来说其实这是一个机会点 就相比于那些电油的研发团队来说 我们自己产品本身是有优势的 只是说看怎么样把我现在有优势的一个产品 能够跟区块链和现在NFT数字资产做一个结合 我觉得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自己产品和我们在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本身产品平台现在也是在 就是各个功能点的研发推进的这个节点上 然后也并不是说需要大家有一款完善的游戏 然后已经有了就可以作为NFT化的内容素材 就是所有东西都已经ready好的情况下才能来跟我们聊 我们也是希望说 在我们自己功能迭代的同时 能够根据不同的游戏内容 然后根据不同CP的要求来做一些定制化的开发 因为其实本身我们是在做平台的 我们是要同时服务好CP以及游戏玩家的 所以对于不同的游戏类型 我们自己的产品团队也在跟进不同的这个功能上的一些设计 大概是这样 好的好的 谢谢 谢谢艾米亚 小山 我